国民党成功罢免激进党立委陈伯伟也宣告朱立伦当选党主席之后首战胜利 接着面临补选和年底的四大公投案 朱立伦说呢会尊重在地民意推出的最适当候选人 但是资深媒体人也分析 蓝营这次使尽全力动员罢免计划对立 恐怕也会因此流失更多中间选民 后续蓝营态势还有待观察 再次的对于大台东地区这五区的民众表达最高的敬意 再三项选民质疑自己也松了口气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回国党魁后 稳住党内领导地位的首场战役 3Q投票最终成功过关 投票前三度亲自南下坐镇 爱一家爱护催票如今第一回合罢免结束 补选之争竭力开跑 接下来三个月内得举行补选国民党 与严家是否准备好再战一回 不止台中第二选区的严家有机会败布复活 蓝营还要一鼓作气将罢免气势延续到四大公投 甚至选举 长期以来大概在地的部分 蓝跟绿确实是以蓝比较占有优势 所以如果他在在地的这个部分 能够确实动员起来 而颜宽恒在这个罢免案的最后这个礼拜 几乎都诉求在地情感 那这个当然是希望让这个所谓的 在地的本土乡亲愿意出来投票 接下来国民党要面对的是四项公投 这四项公投我们会全力以赴 为了罢免一消息立委 国民党耗尽力气 激化对立 极端路线看似暂时解除危机 却也可能流失掉中间选民 第二回合战局蓝绿谁迎面大 恐怕还很难讲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